那么我们就开始今天的第一个视频 我们今天要看的视频 是之前一个观众朋友推荐的 叫胡说把道之小民闯祸记 我把直播的设置一下 稍微等一下 因为这个是我第一次开直播 稍微有点紧张 这个延迟 延迟是自动来的 我再看看这个直播间 现在有没有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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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看看这个直播间 那么我们就直接开始今天的一个视频 这个视频是TF家族的一个辩论会 扩号逐渐上头 辩论内容 仅为胡说报道 如有巧合 请勿对号入座 那么今天的内容 就是看一下 这个TF家族家族的一个辩论会 那么我们就直接来开始 我再看看这个直播间 现在来人了没有 那么我们就直接来开始 目前这个直播间 现在来人了没有 目前还是没有人 我们就直接来开始 目前直播间 现在来人了没有 目前还是没有人 目前就一个一个观众 这个 不过没关系 这个是第一次直播 这个该有的小鬼的舞台 来我会看的 但我们今天要看的是这个 TF家族的视频 谢谢理解 那么我们就直接来开始 今天的一个视频 今天我们要看的是 TF家族胡说 法道之小明 小红闯后 闯后计 那么就开始 我们从头看起 这个辩论会 哦 写作业 哦 是儿子 邓家兴 邓家兴 你们可以通过 Boss 你们 Boss 爸爸 呵呵 喝口水喝口水 我们上招路开始 做我介绍了 阿長 騎士塔 後一 後一 兒子 大家好 我是蘇阿蝙 我是插霧 catalyst 挖木空 大家好 我是裸鎊 不錯 不錯 那それでは很奇怪 嗯 嗯 自行车比赛 两千 谁来赔偿呢 嗯 这个不错 这个一个论点 不认机构是什么 哦 怎么要变成张级一配了 也可以是男生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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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阶段随便说 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所以说呢 是小鸣苍蝇的 因为小鸣他们撞坏了 所以是他们的 所以是他们的 嗯 所以转到一遍 很简单 刚刚是大鸣 首先我方观点是 这两只怪肺应该有机构 然后我认为 机构 是不是把小鸣和小鸣 和他的兄弟们组织在一起 哦 如果没有组织在一起 他们根本就会去到那个公园 也不会把手的 说得好说得好 所以我方的发现是应该机构赔偿 机构赔偿就像工商 比大鸣小鸣的 比立鸣的比辣的比辣 比较更浪 既然是 挺真意的 对吧 那你就代表 他们也是自愿 既然是自愿 他们損坏的东西 是不是就是给他们 所以我认为 让小鸣和小鸣 还有他的兄弟们一起共同承担了这份顺势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不一定做 稍等一下我做一个封面 因为我现在是在直播 如果没有封面的话 我估计别人都不知道我是播的什么内容 我做一个封面 稍等一下 封面是在哪里 是呀 直播间信息 封面在哪里 都没有封面 封面怎么改了 我再看一下封面在哪里 对在这里封面 等待它审核 要不然封面 就感觉不好看 然后它现在正在审核 审核我的封面 可以了 再看看 我再看看再检查一下从我这个手机这里看一下 可以了可以了 然后封面是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我们就继续来看这个视频 我反方二变 我 我要说法目工 我 我反方二变 我反方二变 法目工 法目工 首先 你刚刚说 啊 你好好发现有个部分 不是 嗯 你说 他们可能是 自愿的 也有可能是 他们机构组织的 对不对 有两个训组 对不对 嗯 是不是 我说呢 要你做的 他们做不快的 就应该 就应该 如果是自愿的话 那就应该 应该是那种 已经有点 气到已经说话 有点说不清楚了 OK 陈力龙舞台的 玩你会看的啊 今天主要是因为我们 我们一天只看一个舞台的视频啊 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啊 你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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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激动了 他激动了 还有 如果 他们把 那个 是 我 我 想起来的 老婆 都 你把 加钱 花的 蹲出来了 老婆 要 有 要不要你飞啊 那是不是 那是什么是那个什么 飞升机要飞啊 对不对 对 呵呵呵呵呵 这个 苏清浩这边火力太强了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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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说Rub 一块钱就够了 200块 哈哈哈 自己身材显然是比教育务成的更好业 而且是你自己分 哦 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 不错不错不错 哦 哦 未成年人 未成年人 哦 哦 未成年人 哦 未成年人 哦 未成年人 你还在这家人 都是北约 就是说 一天又北约 你过来 别了 哈哈哈 哎呀 足处行在别人上 已经吵起来了 已经吵起来了 应该是他们根本上来思考 首先呢 小哥们想说他们到底是不是好朋友 是不是好朋友 还有来考虑 其次我们来考这块石头 他只是一块石头 他老婆眼睛被自然风化掉了 这个呢 自然有他自己的想法 所以说我们别为了担 小哥们小哥们别为了担担到这件事 虽然我觉得好处点 也许非常 但是不够重损失 所以说不容易 好 旗子 当时我们准备把小平和小龙组织起来 赢的那一方呢是有强力 然后当那个自行车 自行车浪了之后呢 居然有耳朵出现了暴震灯才跑的情况 暴震灯才跑 强迫的动力 所以 所以 不用赔偿 他说不用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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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不用赔偿 谢谢 非常谢谢 谢谢 并不是 连亲自行车 也是连亲的 哦 自己的事情 自己的机会 破个自己的事 不用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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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雇队 接下来与我们晚风小变 从与有参赏 无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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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进行自由变动参与 自由变动不在打架吗 顿佳心在你好卑微啊 小孩子就是很活泼啊 都已经跳舞了 这里 主行在跳舞了 主行 桌子在推倒了 这个配乐配的真的好啊 这配乐 我不谢可击了 共同存担 共同存担 好激动啊 苏青浩 想说你这些人从两次去换了 什么是玉石吗 两次换钱 你现在是说不定吗 说不定的 所以说再两位 也有一个玉石 好一道兄弟一起承担 万一有人的那个有趣的 人家是兄弟 没有 好 那两次换钱 都有一些换了自己 哦 还自行说 石头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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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可爱了 太吵了 太吵了 小鸡 小鸡被摔倒了 小鸡被摔倒了 请安静 请安静 哦!主持人投票 看看 主持人這是誰啊 我把這個直播間的標題再改一下啊 要不然觀眾可能不知道啊 直播間的標題叫什麼 這個不能叫這個啊 我覺得應該要把它叫做 我看了這個標題啊 我找一下在哪裡啊 把這個名字改一下 哎,哪裡改標題呢 直播間的標題在哪裡改 今天看TF家族辯論 這樣就可以了 我這邊再看看啊 這邊看看改好了沒有啊 可以啦,那我們那我們繼續來看啊 呵呵呵呵 呵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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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的扣一啊 支持正方扣一 支持反過扣二啊 小迷,小紅和兄弟們 有一天放假 相約去遊樂園玩房 小迷與小紅提前承諾 抽到了什麼 就去坐著遊樂設施 結,到了現場 發現是跳樓機 嗯,跳樓機 拉扯了他們半天 或半天是指真的半天 反過他們也不願意向下無機 那麼你認為小兵和小紅 是不是應該為自己 這不是那天有 那天有遊樂會嗎 那天 正方應該 嚴而有信 他們違背了自己 這不是 粘疾嗎 怕嗎 不應該 因為他們的確的降落 我們應該保護祖國的花 好是祖國的花朵 啊 那是 我家人說吧 我家人說吧 我家人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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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真的能說啊 這次要完成一下 但是 這次就是沒有完成 所以我覺得 好 應該 好的 收到 那個? 这个蔡徐坤的个影响会过阵子我会安排哦 确实是错不了了 嗯 红高真确实挺那个的啊 我也红高 嗯 人都搞错了 小红 小白 有可能很难的 OK 骑马狼追 苏星翰这个辩论辩论能力真的强啊 对方一遍和小便啊 第二 你浪费我的 你的 你的 你浪费了那个托宁兰的总队 小鸣和小红是不是浪费了 那个什么托宁兰的 速度跳入纪念党的精神 没有 精神是谁的 也就是正方二变加回答 不是你 不是把帮小便加回答 嗯 我觉得 是个人就像个武器 首先 不知道去跳路银 对吧 万一他们 也是忙脱的 因为 告诉他们是跳路银 你为什么 不要去调人家 做比例 王天啊 万一他们两个 有什么先进去疾病呢 对 对 是不是 这只是个游戏 和冰箱特段 认真你就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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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句话有生意啊 嗯 嗯 嗯 已经已经失控了 已经失控了 哈哈 哈哈 嗯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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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在说说左航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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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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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骑到游乐园 不 丢大点的小鸣小鸣 他确认了游乐园 他能说自己有什么统高 已经第一级 那那我找到 找到这种统统 都把一天这里拿出来的 呵呵呵呵 牙口无言 已经牙口无言了 成功打一个敌方内部啊 呵呵呵 既然打三遍 已经几乎完整的 已经表达了我的意思 那我还是要怎么听 纯庆是人 你在吃东西呢 最可贵的词字 原本不可能有诚信 啊 诚信是什么 说出去了 说出去了 水 收不回来了 所以啊 那两个人就必须收到制裁 那你曾经说 你要去试试理诗 呵呵呵呵 你反方思念 跟我们讲的诚信 不是有诚信可言 对 你们会有诚信吗 已经开始人身攻击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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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几次 还没有一次 你知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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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这是你们说的呀 对啊 这是你们说的点啊 我没有说一定要诚信啊 就这个问题来说 我们没有说到底 来啊 嗯 嗯 做的好 几手 这个不优势于人 我不要激怒 我觉得呢 不一样做 应该 对 因为 以前 不怕 自己 想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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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们从一开始 就没有去 人去 所以他们也是成绩的 嗯 OK 我们这次怎么 好 那么 听完 听完小红的翻译 一开始吵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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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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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板放回去 你不拍了 要打架 要打架 要打架了 在这边 一开始 一开始 fo 一开始 一开始 来来来来 我这就投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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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费解的共识 然后现在右方三票 我们专家评判组 同意正方的行举手 四票 接招万接招又整了 哇 哇怎么啦 什么结果 好的 我们最后的前期 应该到这是左边 八票啊 这么多 恭喜恭喜恭喜 身材高大 看起来 买菜回家的途中 竟然因为体力不支 抱着冬瓜在街边摔了个四脚朝铁 他是否应该从此开始具体健身 这个问题好可爱哦 真正的男子他就应该实质转动一个东方 反方不应该 他才是一位15岁的儿童 你明白吗 我觉得正方两面都有力吧 都可以说 大家要允许平和对吧 那就说 正方 1点 张濟 张濟 呃 张濟 没问题 我这样呢 我们做 明年呢 我会告诉我 我现在呢 就能 我会怎么办 这样的话 你现在做 你不要告诉我 但我又没这个人呢 他 看起来 但实际上呢 实际上呢 健身挺好的 但是不健身也没关系嘛 才四五岁 苏尔 嗯 也有道理啊 对面要说 必须要拿一个手指 转起一个东方 这是危险的 我现在给你买个花 你能把这个东方 拿十里转出来 现在就好 对面不要 对面不要 是 呃 做这个无畏的 这种啊 自我证 因为现在呢 因为现在没有鼓 所以就管你现在说 我把这个偶给得吃下来 嗯哼哼哼 再说 当然有个游戏 大叔 别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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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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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坏 进行反播 我看看怎么反播啊 嗯 你应该学习 你应该学习不该买菜 为什么食物这个人不能买菜 难道我难道 儿子就不能帮自己的家长去买菜 你知道我儿子是在限制人家的自由 为什么不能买菜 你消息父母你去买菜有错吗 那为什么不能买菜 难道而且一个人就是只应该学习吗 这说的也也挺有道理的 这方一个是你的行为 你的观点观点 看能要是接受你一个就是差点勾夸 所以说我还在设计的观点 然后所以说就应该去简直 我信你了 手指 可以准备了 厉害厉害 危险行为情务模仿 对危险行为情务模仿 这小朋友呢15岁是吧 身材高大 肌肉健壮 他竟然肌肉健壮 为什么连一个都高度举不下来 而且为什么要去健身呢 健身是大人做的事情 小孩为什么要去健身 菊铁影响身体发育 他也是那小朋友 为什么要去享受这么多的铁呢 他怎么还要去 自己的问题 心碎了心碎了 我们的症状三变 我要说一下 症状一变走得好 应该学习 必然是应该学习 但你说不能买菜 为什么不能买菜 公共家长客户江市买菜 怎么不能不能买菜 监护人市值 为什么不能 15岁了 怎么市值呢 哼哼哼 对吧 你只不过别抱歉很快 而且你是过了十只转走 我还叫我文字穿篮球 多嫩 厉害厉害 好吧 反正一面是穿篮球 他到二人说 十五岁九岁都能过 他这次实行 看起来其他借助 打开了过后的 哇 是这样的 打开了过后的 不一定 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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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天哪个球 对啊 对啊 我这样看起来的借助 对吧 看起来逻辑也挺不错的 对啊 对啊 看起来逻辑也挺不错的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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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身体的速度不行 为什么呢 因为 鞠铁不利于展康 为什么鞠铁不利于展康 哦 在说 最对于十五岁的小孩子说 翻桌才有一种分别的东西 就是很正确的 从根本上 不应该让小牛来才是 应该让工作人员或监護人员来做 大概看起来还是说 都行就你不行 靳言靳言 气血不足 开始中医了 说的挺对的 听起来是什么回事 说明了虚弱 不正大的药物 气氛剂嘛 对有些那种练肌肉是这样子的 他在做了一个正常的行为 第二十五岁了 可能不知道一个公怀有多大 他应该从最基本的方面讲 应该他让一个人去帮忙 就说他的智力没有打到一个 智力 智力的慈善吗 哈哈哈哈哈哈 小明也是人 这也行 小明不秀 小明我没有头发 不是族的行啊 我说一下不是族的行啊 是小明啊 但是他也不完全是学习 他也可以帮家人做家务 但是他那种不用 这种不正常的调度 就一定有问题 对吧 家人是没有其他精管的作用 所以家人也有问题 嗯 吃药了吃药了吃药了 他看来是个中立的啊 这些人已经过了 一开始吵起来了 已经无视这个裁判了 现在是投票环节 怎么回事啊 我 走进一遍 来 现场的专家请讲来 把同意正方的 举左手 同意反方的举右手 准备 321 开始 哦 看这个成员们的表情 就知道知是谁了啊 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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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输信号 哇 这个是 紫菜包饭 你是否会微笑着吃完 并感恩兄弟们 正方人 要吃 我们要照顾兄弟的面子 应该是吃吧 不吃 我们要照顾自己的肚子 那我是否我就选吃啊 好 现在 开院 来 现在请正方一遍 活着儿子 来 来 好的 好 首先我们这边是要吃的 好 对 兄弟 兄弟是谁 他现在都不见到一分正的 其余一魂 兄弟 在里孤单的时候 能够没办法 在里孤单的时候 能跟你说话 在里孤单的时候 能跟你说话 能跟你一起难过 这是主题 突然生花了 这个主题 这歌很好听啊 我喜欢听这首歌 所以要吃 要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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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这个啥 嗯 这个啥 说的好 吃了肚子之间 有些愧困 肚子也会愧困 那你就会相信自己吗 比其他的东西 我吃 你可以 你看你这些东西 你可以 就 私下来聊一聊一聊 广告一下他的心情 为什么不要 在这么多人面前 吃一个这么 这么黑暗 这么恶心的东西 对吧 不 肯定没吃 嗯 因为无论怎么样 最起码我兄弟不可能是 做饭的吃死人的那种 顶部第二个拉骨 其实是 是会吃死人的 对吧 所以说吃了还可以的 最重要的你不会死人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I don't know 你知道吗 你不会怕这种事情 只要再和你 你就会相信他 信他 对 如果你不会说的话 你就会信他 你相信他 如果他没有信任 如果他没有信任 你不信任 你就背中给你了 直接跳 直接跳 直接跳内剑 对 对 兄弟很重要啊 但是肚子也不行呢 踩着这个 做饭的精神 可以长进 好长进 但是兄弟的情义 你男人掌军 没把握住 哈哈哈哈 看来左航是很注重兄弟情的 感人感人感人 不错 哦 对不对 对对对 教吗 不教 爸爸 爸爸 妈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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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二面说吃的不会死人 对吧 确定不会死人 死人叫什么兄弟 对不对 你拉住怎么不愧 你吃的肯定不拉住 关于你第二天还要出去玩呢 去游乐园 关于你还玩跳舞机呢 对不对 哈哈 又说要跳舞机呢 你去抓一种 你去抓一种 你拉住了 怎么办 你下次来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而且 那这样的兄弟是什么 你做了饭之后 我肯定要给你吃辣 那是好虚伪哦 那是谁想说 仨人才有 做饭 没有 他这也好激动 你是不是不虚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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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好虚伪哦 好吗 已经没话说了 我那点 要是 不是呢 兄弟 可以为你亲自给你下次做饭 而且他知道自己做的特别难吃 却还要为你做饭 为什么 因为他 能够放心的把自己的缺点 告诉你 说明他能够真正的把你 从心窝子里把你当成兄弟 中国人想说 中国人想说 这个命迹 我们是这个民族的虚伪家 对吧 嗯 那我们是这个民族的虚伪家 你们一定是民族的 还是兄弟 为什么就不能 帮我们一下自己的虚伪呢 对吧 突然扯得 扯得非常的 扯到民族大意上去了 又开始自由辩论了 估计是自由打架 说只是说去大家玩 但没说是亲兄弟 对吧 我还你什么 亲兄弟兄弟 死了啊 一般的朋友 还是什么朋友 既然他是黑暗暗鬼 对 你可以不是 你可以委婉地告诉他 你可以甚至教他怎么做饭 会有道理 你可以手滑手的教学 你还可以告诉他 这样做不好吃 然后你给他做一顿饭 对不对 又要钻石头 又要钻石头了 又要钻石头了 锻炼自己肩炒 好创成20块 对不对 不可以 我觉得他可以不吃 八肚子 为什么要进去 对吧 你对吧 是有计划 是准备 他就没关系 是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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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盆展翅 我看来是左边赢了 握手和好 地形机前只能碰碰 拜拜 那么这就是今天这个TF家族胡说 把道之小民闯祸记的这样的一个视频 也是我第一次尝试以直播的形式 把这个视频给大家来看 不知道大家觉得这种方式还喜欢吗 那么这个视频我也会把它放下来 然后也会把它传上去 那么这里是今天的第一个视频 也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收藏 投币转发一键上链 也希望大家多多订阅开启小铃铛 那么我们之后也会继续来看